美得跟仙女一样的小姑娘对自己表白 霍霄的脸疼的一下红成了大番茄 惊喜来得猝不及防 她一下子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手脚僵硬的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叶微微见霍霄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假装失望地吹下脑袋 看来霍霄同志不愿意 那就算了当我没说吧 愿意她愿意一千个一万个愿意 刘贵兰见自己儿子跟傻了似的 急得恨不得上去踹她两脚 叶微微苦笑着对刘贵兰摇摇头 刘沈现在是新社会了不提倡父母包办婚姻 而且这种事本来就是要两厢情愿 你不能抢破霍同志 这傻大哥呆愣愣的样子真好玩 让他忍不住想要逗逗她 两三 刘贵兰不满地拍了儿子一巴掌 这臭小子不会是高兴傻了吧 瞧那没出息的样儿 魂都丢了 霍霄回神看着叶微微郑重地道 我愿意 叶微微同志 我愿意 叶微微愣住 这宣誓般的话怎么有点像婚礼现场 他养几甜美的笑容对着霍霄伸出手 霍霄同志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对象了 今后请多多指教 霍霄犹豫了一下 小心地握住 没有指教我都听媳妇的 不好被电到了骨头麻了 这汉子明明看着一脸正惊 怎么还出口成聊 听听这话说的觉悟多高 真是越来越对他胃口了 太好了 今后微微就是我家老三的对象了 想到这么好看的小仙女成了他家老三对象了 刘贵兰就恨不得立刻告诉所有人这个好消息 于是豪爽地道 村长吴会计孙主任 在场的大家伙今天也算是我家老三更微微的见证人了 晚上都到我家去吃饭喝两杯庆祝庆祝 等众人都走后 院子里就剩下叶薇薇跟霍霄两个人 叶薇薇的目光在霍霄身上慢慢的一寸寸的扫过 慢慢的一到了下面 霍霄被叶薇薇大胆热辣的目光看得浑身冒火 就在叶薇薇的目光停留在他腹部的时候 霍霄终于忍不住出声打断 不打断不行再让这姑娘看下去 他身上某些秘密就藏不住了 你真的要跟我处对象吗 为什么 你喜欢的人不是赵明哲吗 大概是死过一次脑子就忽然清醒了 赵明哲那样的配不上我 我值得更好的 霍霄脑袋里有什么轰然炸开 他上前两步目光紧紧锁定叶薇薇 你确定你是认真的 要知道这种是开步的玩笑 我确定不是开玩笑 霍霄深吸一口气 盯着叶薇薇看得好一会才宣誓扳倒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完他转身飞快地跑了 跑了 叶薇薇看着男人的背影有点猛 还以为这个男人刚才要抱他 结果就这 瞧他那速度哪里像是缺了一条腿的人 原本还打算看看他的腿伤的 现在呵呵等哪天本姑娘心情好再说吧 想到晚上要去货家吃饭第一次登门 肯定要带点礼品的 但他空间里除了那十几亩地跟他的大别墅外 也就是几仓库的金砖金条古董珠宝玉器 这些拿出来肯定不合适 但这个时间赶去供销社买东西也来不及了 叶薇薇想了想打算去山上转一圈 打电也为什么的带去添个肉菜 要是能打头野猪什么的就更好了 这样货家晚上不缺肉菜代客 剩下的肉村里每加分一些 也能给他在这里刷刷好感 挽救一下被园主霍霍的岌岌可危的好感度 大青山村因山得名 村子后面就是大青山 平日里村民闲着也会去山脚下转转 挖野菜捡蘑菇摘野果捡柴什么的 每年秋冬交替之际 村里还会组织壮劳力 跟着民兵队进深山寻山打猎 一方面是打蝎也未给村里人改善伙食 另一方面也是威慑山里的猛兽 不让他们下山霍霍人 尽管如此 深山里的猛兽下山咬死咬伤人的事也 还是时有发生 因此村里连小孩子都知道深山危险 一定不能去 但是这点危险对现在的叶薇薇来说 简直不值一提 他现在的异能虽然远不能跟穿越前比 但他从小就被家族精心培养 除了医术外还学习了很多技能 伸手本就不错 接管这具身体后又还细经法随改善了体质 现在他的状态好得可以一拳打死一头野猪 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山试试伸手 对别人来说危险重重的深山 对他来说就是一座天然宝库 也微微越往深山里走就越是觉得精神抖擞 他原本消耗异空的木系异能症快速地恢复着 用精神力查看周围没有危险 他索性一屁股坐在一棵大树下 专心修炼起来 这里的木系能量真是太浓郁了 一吐一纳空气中的绿色光点真心恐后的涌入体内 叶微微舒服地想要尖叫 就在叶微微修炼的忘卧的时候 大青山村里却因为他再次热闹起来 起因是有人看到叶微微一个人进了山 想到村里那些传言 这人误会叶微微是想不开想要轻声 于是立刻报告给村长陆明发 陆明发梦了 心想这叶微微先前还好好的 还要跟货小子出对象来着 怎么一转眼就又变卦了 这城里来的姑娘怎么殷勤不定的真是麻烦 陆明发烦躁的想骂人 但到底不敢真让人出事 赶紧让人去村里找几个青壮小伙子 他则是去货家通知货小 别看货小子缺了一条腿 但是要进山找人 没他领头还真不行 货小子拿叶之星一个人跑进山里去了 陆明发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一阵进风从身边刮过 哪里还有货小的身影 这臭小子怎么也变得这么毛毛躁躁的了 陆明发马上领着村里的壮小伙们 追着货小进山了